ODIA JUNGLE 流感在全球各地大爆发,香港直至昨日30日累计造成85人死亡。 台湾病疾管属于上周二、23日宣布流感求诊人数突破13.5末人次。当局确认台湾步入流感高峰期。而自去年10月1日起,全台累计已有40人死亡。反观大陆,截至上周日21日全国报告感染流感人数有3457宗没有死亡案例。 大陆传媒指由于大陆媒又将相关并发症,例如心血管疾病纳入统计,所以得出无人死的结论。加上大陆民众对流感的严重性意识不足,官媒估计大陆流感疫苗接种率只有2%,市民面对流感肆虐,未必每个人都懂得分辨流感与感冒的分别。 香港儿科医生谬定义指出流感,感冒的都是由病毒引起,可是前者病指较重,且可能隐身致命并发症。 流感病指,持续性高烧,服用退烧药,意味必及时退烧,头痛,肌肉疼痛,感到疲倦。 科偶,可能出现会致命的并发症,例如脑炎,肺炎等,感冒病指,低烧,咳嗽,鼻塞,头龙痛等,或会出现中耳炎或者鼻痘炎等并发症而中医角度。 对流感和感冒的定义则,有另一番见解,香港注册中医师徐泽昌指出,患流感之人即是感染了异力之气,利气即是一类具有强烈致病性和传染性的外感病邪,当自然环境变化剧烈时,利气就会流行起来。 普通感冒病指,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,初起会,鼻塞流涕,打喷嚏,变声,怕疯,怕动,身体感到滚热,喉咙痕痛,流感病指,发高烧,周身骨痛,咽喉肿痛,且出现怕动,甚至会打寒颤,亦有严重鼻塞流涕,打喷嚏,可